广亚建成全省首个界二,NBA校园篮球场,体育竞技成绩遍地开花。 广亚体育,坚持在传承广亚优良教育教学传统的基础上,锐意创新学校体育工作思路,改革学校体育教学方法,创设切合学校实际,符合现代教学理念的体育教育教学模式。 全科组老师积极发挥各自作用,进展特长,各具特色,又形成合力,营造了一个敬业,进取,合作奉献的团队。 体育竞赛成绩遍地开花,我校被评为全国篮球特色学校,广东省足球推广学校。 田径、游泳、羽毛球共三个项目被评为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,共七个项目被评为广州市体育传统项目,省市传统项目数量全是第一。 广东省第一块与JR、NBA合作共建的校园篮球场落户广雅。 我校城办广州市耐克高中篮球联赛。 男子篮球队征战广州市耐克高中篮球联赛。 女子篮球队参加省中学生篮球联赛,获第七名。 广雅女篮有一颗倔强火热的心。 足球队出征广州市富丽杯比赛。 田径队参加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,两人或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。 女子篮球队参加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羽毛球锦标赛,获团体总分第五名。 游泳球队参加省游泳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,两人打国家一级运动员,获团体总分第四名。 团结有爱的定向队。 2017年,广雅在切实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环境的同时,各运动队在各项大赛中奋力拼搏,完美展示,赢得荣誉,为校征光。 运动队成绩方面,游泳,篮球,田径,网球,羽毛球,定向越野等项目共获省级奖励59人次,市级奖项75人次,两人打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,21人获得二级运动员资格。 其中,游泳队参加省中学生传统项目比赛,或团体总分第四名,羽毛球队参加省中学生传统锦标赛,或团体总分第五名,田径队参加两项省赛四人次或省前八,定向越野队参加广东省第十二届定向锦标赛,或两个第七名,女子篮球队参加省中学生篮球联赛,或第七名。 专专业素质过瘾,帅气的广亚体育科教师团队。 倒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篮球特色学校。 广亚体育科学校被评为广东省足球推广学校,广东省校园足球协会副会长单位,青少年轻训基地。 2017年广东广亚中学69届校园会开幕式千元操展示。 大客间功能性体能操。 年轻人口中学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